深夜小叔子主动敲响了嫂子的房门 把自己的心意说了出来 我想 我们永远做一家 真正的一家 把我当你的好嫂子 凤云会比我好呢 不 我就觉得你好 不不 金竹无法接受这份爱意 借口说二叔已经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在城里当科长 二猛不甘心一直追问那个科长的情况 得知却有骑士后终于死心了 他认为自己唐突了金竹 冒着的大雨要赶回矿上 金竹担心他的安危急忙拿起伞追上他 二猛再次道了歉说自己对不起他 然后把金竹的田螺还给了他 那正是金竹送给二猛哥哥的定情信物 随后临着雨走 其实金竹心里也有二猛 但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所以才拒绝 没想到二猛这一走几个月都没回来过 女儿